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 在这里向你问好 又是一星期的开始 在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 先让我们来听这首由Keith Green所演唱的 Soften Your Heart So many times I've tried to tell you But I don't think you've been listening There's nothing I wanna try and sell you Cause his love is free You're so proud of saying you're a seeker But why are you searching in the dark You won't find a thing until you soften your heart The message is also very simple You gotta be like a child to see Yes, as Jesus said Let the little children come unto me You try to make things too complicated But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be so smart No, you won't learn a thing until you soften your heart 每一个人呢,对他的生活环境 或者是生活背景都有不同的解读 也或者有些人会觉得 人的一生就是有许多的艰苦 或者是不公平 但是即便是如此 这也不代表我们不能享受人生哦 先前呢,佳佳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 一位叫做Hell Urban的旧金山大学教育与哲学博士呢 他就曾经说到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曾经有两部电影 给他非常持久的影响 其中一部电影呢 叫做希腊佐巴 在这部电影当中呢 有两位主角 分别叫做佐巴与包斯两个人 包斯这个人呢 他天生长得英俊 潇洒聪明健康 家里生活环境不错 而且呢 又受过良好的教育 可是呢 他却常常把自己封闭起来 没有什么生活乐趣 他平常就阅读 也会思想一些事情 但是就是不快乐 总是在寻找人生中缺少的那一块 说到这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是否也觉得 自己有时候也有点像包斯呢 那么另外一位人物 佐巴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位佐巴呢 当他看见包斯这样的时候 他就告诉包斯说 包斯 你什么都有 但你有件东西没有 那就是疯狂 什么意思呢 原来佐巴是要告诉包斯 人有时候都需要一点点的疯狂 否则永远剪不断束缚 永远不会自由 所以呢 在这部电影当中 最后这位佐巴呢 他就教包斯如何跳舞 如何大笑 如何放松自己 那么另外一部电影呢 叫做一千个小丑 这部电影呢 是在叙述莫瑞和他抚养长大的 十一岁的侄子尼克的故事 莫瑞呢 他不太希望他的侄子尼克 长大后成为一个只会严肃生活 却忘记如何享受人生的平凡老好人 所以呢 他要尼克培养出一种能力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呢 可以看出各种疯狂的可能性 又可以给大家一些幽默 他呢 希望他的侄子尼克能够用笑声 面对周遭发生的一切事情 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都需要一个莫瑞 又或者是佐巴来提醒我们 不要被眼前的重担击垮 有时候看我们的人生 或是自己也不要看得太过严肃 其实呢 这两部电影 希腊佐巴跟一千个小丑当中的 佐巴跟莫瑞呢 他们都知道 人生有时候是蛮辛苦的 也总是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 但是他们坚持的一个信念 就是无论遭遇到任何的事情 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时常保持笑容 只要我们用心来笑 就会笑得出来 在圣经当中呢 有一位智者索罗门呢 他在数千年前 他就写了一句话 他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临时骨枯干 一个真正由心发出快乐的人 他的一切的忧郁的情绪 是可以完全得着医治的 这项的发现呢 并不是由医生或者是研究人员提出 而是由一位作家他发现的 他就是星期六评论 Saturday Review的纸笔作家 克曾兹 他在西元1964年呢 医生诊断他罹患了 衔接组织的重病 存活率呢 当时只有五分之一 当时呢 这位克曾兹呢 他就决定靠自己来想办法 首先呢 他先拟出一套计划 训练自己每天让心里充满了性 妄爱 各种乐观积极的情绪 再来呢 就是真心的开怀大笑 他说 开怀欢笑其实是最不容易的 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他被判罹患重病 时日无多 他怎么能够笑得出来呢 但是他做到了 他发展出一套很有系统的节目 他使自己呢 每天开怀欢笑 首先呢 他要收看欢笑一箩筐的重播节目 又看喜剧片 和所有他能够找到令人大笑的东西 后来呢 他在他所写的一本疾病剖析的书中 他说 这招非常管用 真令人兴奋 我发现 十分钟的大笑 具有麻醉的效果 使我能够忘记 生理上的疼痛 好好睡上两个钟头的觉 从此呢 有不少的医学实验就证明圣经的话 那就是 邪恶的心乃是良药 因此亲爱的朋友 如果欢笑和其他积极的情绪 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能够产生很大的功效 那么在我们健康的时候 岂不是更要好好的使用它吗 我们都知道 欢笑可以安抚焦躁 减轻压力 降低火气 激发创意 使我们人生充满着乐趣 它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让我们在疲劳当中 恢复过来有好的精神 有人说 欢笑是我们 深向他人内心最短的通路 欢笑呢 甚至可以改善 我们的人际关系 另外 欢笑呢 也是一个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 我们常常需要 从人生艰苦的真相中 抽离出来 休息一下 像有时候你可以开怀的 捧腹大笑 苦中作乐 对着卡头片 哈哈大笑 讲笑话 听笑话 看喜剧 甚至做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 让自己轻松一下 加加深切盼望 每位收听心里玩大的你 在你的生活当中 也有放松的时刻 有时候不妨也可以自我调侃一下 说说笑话 听听笑话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 你也要去寻找 真正能够使你快乐 放松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一生当中呢 有许多的喜剧和欢笑 都是值得我们去寻找的 而这也是要帮助我们 能够活出 越来越健康的生命哦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 加加加就要在这首 由天宇师班所演唱的 《活出生命的色彩》 和你互道晚安 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 清明晚到 空中最相见咯 走出心灵的阴霾 活出生命的色彩 别让青春再期待 改造每个现在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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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自怨自爱 停止停止 停止那消极无奈 千万人终于独一无爱 坚强地活出 生命的色彩 心灵丸岛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